大家好,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 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 坏消息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聊聊 中国政府没钱的 这个事情 我认真思考了一下 我认为 我们还是低估了 我们还是远远 低估了像中国 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权 当他没钱 那的时候 那个后果 那个不堪设想 是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 预计 我认为有两大特征 一个 现在这个政权 他的权力 是无边无界的 不受约束的权力 你比如我们上两天讨论的 那个小女孩穿和服 这个事情 现在无论是基层 还是上面 那简直是 说你寻衅知识 寻衅知识 这个权力 他没有边界感 他无边无际 他都喜欢怎么干 就怎么干 下面的人有时候 上面的 虽然说有这么多 所谓的什么继位 什么的 天天什么反摊 实质上 下面的人还是很乱 实际上他 他也没有真正的巴金 其实搭建一个 所谓的这种受监督的 把权力关进龙子里面的 这样一个体系 其实完全没有 我说习近平网图通过加强权力的控制来到反摊 那本来就是个极其荒谬的一个东西 一个是权力没有边界 另外一个就是黑箱 这是个黑箱体制里面究竟他是怎么决策的 究竟他是怎么得出啊 这样他要坚持动态清廉啊 就是总方针不动摇 为什么要坚持吧 都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 这个黑箱政治嘛 啊所以有些天天为什么这么多节目的 中国南海听床师啊 所以说我这拆这个席下礼上 是吧 就就就就因为这个这个黑箱政治 到中国共产党可能要下台了 那天我们可能还才能啊 就不知道能不能知道 到现在为止 苏联很多东西不知道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个黑箱 彻头彻尾的黑箱 当时啊我其中 我也是有点这个抑郁症的啊 就是我为什么要润呢 我想了一下 你想想中国共产党想不想你们拿退休金呢 对不对啊 当你拿退休金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的时候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一个黑箱一个无边无际的权力 你说他能干出什么 他要你们把六六十岁就狗屁 你说他没办法吗 大把的办法 除了什么都不 你说这 哈哈 苗苗的事情酸酸的事情是吧 除了这个是做这些以外 你说自来水都是国家提供的 他要弄你们 不一万个办法 对不对啊 所以啊我们今天第一个 我们还是关注到昨天 你看国务院就跳出来了 8月17号 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材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 其实说的是什么呢 呃 有点像去年 其实去年到现在这个李克强的这个国务院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呢 希望抑制基层政府的罚款的冲动 他取消了很多罚款 包括当时通报批评的一个霸州是什么乱罚款乱摊派吗 还公告了出来 到昨天又发了一个意见啊 要依法合理细化具体情节量化罚款幅度 坚决决避免乱罚款 严格禁止以罚款进行创收 严格禁止以罚款 进行排名和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 他说罚款数额从签 一般不好意思 从政党次行 要明确啊 就是不能乱罚款了 就是这个意思 从去年到现在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但其实我们看到李克强这个人呢 好像做了很多样 样 其实跟刘鹤也没有本质区别 那当时就出来说了几句啊 他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他就比如去到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不会倒流里 你把动态清零停止给我看看 啊 你要去去深圳啊 给邓小平合个言啊 把照照片一发啊 好像做了点事情 但是实际上 又没做事情 你发现这个李克强最要命的东西就在这里 好像哎呦 每次出来哎呦 我们人民的好总理啊 好像做了事情 好像又是我们想看到的事情 你们不要乱罚款 啊 我们要要这个刺激经济 总是好像说了是 但是实际上就又没落地 啥也没落地 你我们看到就这个动态清零之前 我说我我们要 抑制什么层层加码 实际上到现在都给鱼做核酸了 这还不会层层加码吗 太平洋这么多鱼里捞完了吗 是不是全太平洋里面的下 下呀 蟹啊 这这鱼啊 全部你给他做核酸啊 不应兼兼兼兼 不漏一鱼 是吧 这如果是真的这样来算 其实我逻辑无法自洽 这就是层层加码 有变过吗 这孙春南还是去 就去到里 你看这海南 我们在看最近的这一个二个这些东西啊 有很多东西 现在看来还是跟这个地方政府没钱有关系 只是我们没往这方面想啊 你看这网友说了啊 最近我了县城经济萧条 那些什么四五县城市 现在公交车都要停了 唯一经济来源一个是医院一个是交警 没有了啊 对现在大家不开车了啊 这个然后到处罚款 这个餐饮店要要装这个什么煤气报警器啊 给他装一个摁着餐饮店罚款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个是 那个什么装摄像头啊 一个是流样流样了到时候检测要检测费 哇这么到处什么搞什么阳光厨房 搞很多这种东西 然后最近这个停电呢 我看也是跟没钱有关系 他说的是干旱啊 但实际上干旱你可以调动火电针 如果中国的你真的是去有有权有有有钱能够调动资源 这个真什么第二大经济体 你不至于调动一点电调动不起来啊 我想了一下这这次的停电搞得轰轰烈烈的 你看这个四川达州昨天说说要停电今天就正式实施了 就是开始停电 停三个小时实际上都不知道停多少 要重庆启动有序用电一级方案限电限到24日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来来水呢 如果真是跟水有关系怎么一停就停到24日呢 整个重庆是直辖市哦 怎么好歹也是个恶限城市吧 重庆就就限电了整个市都限电了 这只是水的问题吗 武汉遍布的区域 而且你看武汉也也没也没电 这个这个商场群全部停空调空调全部关闭 趁机就停 有没有这这种就因为中国这这些什么官员地方 政府很多时候就是趁机趁乱 就就是达到他某些不可干的目标啊 比如赚比如他他想赚钱省钱 你说是不是就就是趁这个机会就给你们全停 我看有可能 有可能啊就趁机就停电 而且或者说他确实有有这个干旱的问题 但是他趁机呢 就他也不花太多的资源给你调动 这也是政府其实他已经没有能力的一种标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停电啊 还有看到的是南京地铁不允许外放声音 就是那个那个民警还还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直接拿这个直接打单直接给你开罚单 这都这这还不属于乱罚款 我在地铁里面这这这属于 啊叫做什么工序粮署吧 这这属于可以罚款的东西吗 地铁里面外放声音 这手机有时候铃声响了我去 是吧 那那这样就就可以直接就就就罚款啊 啊这直接就就直接开个罚单 那就太可怕了 还有我我认为啊就最近这个三亚市三亚市啊 还有什么北海呀 这些旅游区 你说是不是也有点关系 就是最近刚好就是旅游旺季嘛 要很多人去旅游 一去到哎就来疫情 就来疫情 来一波疫情 要把这些游客全扣下来 因为你你这个隔离期间很多时候是政府收费 产生了大量的政府收费项目 如果是正常旅游他他也罚不了多么多钱 旅游他的搞搞点酒店 比如这个酒店他他要装一些什么什么消防设备啊 这这些也可以营销嘛 也可以赚钱 那除了这个以外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把你们扣下来啊 就就就说有疫情啊 这一轮疫情 因为我说了黑箱嘛 就黑箱吧 你你怎么知道呢 一个权力无边无际一个黑箱 你说作为地方政府他没钱了 哎呦趁这个旅游忘记你们来旅游是吧 就搞一波疫情 里面都就几十万十几万游客嘛 全扣下来了吗 要强迫里面消费在里面 隔离费核酸费啊等等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我看有可能 你或者说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当当这个政权 他一个一个我说的无边无际一个黑箱 他做了怎样的决策 他事实上有有这个行为 我们能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些我认为全可以归类为 地方政府当他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 我们无法预计 将会有怎样的铁拳烙进这个中国人民群众头上啊 是吧 哦 现在这个你看这个广东交警 佛山啊 里的B47649 电动自行车8月9号到8月14号交通罚款 其中闯红灯108次21600元 走机动车道68次34000元 总计55600元 请在9月15号前处理啊 不然超出处理时间交致辣金 每天3% 这个电动车现在上牌上成这样了 我出国之前没搞成这样 现在上了牌 然后因为他次数这么多肯定不是人工的啊 就是这个电子电子枪的啊 电子那个那个摄像头的了肯定 摄像头直接罚款这个也是中国特有的我看 我来到日本才才知道日本所有的罚款 谁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嘛 我们法律上是不是这样 在日本如果交警要罚你他他要起诉你 然后然后然后给出证据 然后给给你定案 中国很流氓的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我以前就试过就就是他说我没系安全带啊 在在深圳 其实是他那个摄像头拍的不对 刚好我我那个那个前面抱着个书包书包把那个安全带遮住了 他没看到安全带他就说你没带安全带 然后你去处理要先交罚款把罚款交了 然后再申诉 然后申诉他他可以不直接不通过 他也不是法院也不是什么 如果你不服啊申诉结果 说说说维持原判你不服你就行政诉讼 在中国就这么个流程啊 但是你所有前提你先把罚款交了你才可以处理 然后你再去行政起诉的话 行政诉讼的话 就又又要交钱 所以在这中国极其不合理 他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原则 当然在在这个电动车问题上 电动车他就不要了 这电动车5万多块要了干嘛 最后感觉嘛 可能一般老百姓想这么想 我这车就不要了 我就天天违章 我天天违章催灭 到时候可能会上门 因为他多到一定程度 比如多到5万多块 他可能会 因为你上牌了嘛 这个牌他可以查得到的嘛 到时候查到你大概是个什么人 一查就知道了 你比如说是个本地人 然后或者说有根有底的一看啊 这个5万多块肯定能搞到 他会上门找你 有可能到时候就就说你妨碍事 妨碍公务嘛 有个妨碍公务罪嘛 可以扣的啊 所以不要以为我这车就不要了啊 以前很多搞僵尸车嘛 机动车就这样僵尸车 我那个车就不要了 我妈停在路边里 我也不连上 我僵尸车怎么来的嘛 就中国这些罚单太多 有时候不合理的 我就不处理了 我算了 我丢在那里 这是罚款的很多罚款的情况啊 现在全国啊 很多地方政府啊全没钱了 上海都是财政亏损的 今年上半年 我认为亏损的不止这么一点 他说过上海亏损18个亿 我觉得都不止 应该不止 你上海几个月停摆怎么止 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正常 我觉得上海不止亏这么这么一点 应该 他说2022年上半年全部亏损 哇 亏的最厉害的是四川啊 四川财政的自给 自给率啊 自给自主嘛 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六十全亏损啊 财政收入远远低于财政支出 四川 河南广东也亏得一塌糊涂哦 广东财政自给率才百分之六十九点八哦 亏损两千九百一十二个亿吧 这里是吧 哇 广东都亏得一塌糊涂哦 我的天哦 有些亏损额不大 但是他财政自给率很很低的哦 哇 什么西藏甘肃百分之十都不到哦 哇塞 哇塞 全全国现在全全倒了 全倒了 哎呦这这这这太可怕了 这财政是崩溃啊 现在 吉林百分之二十二财政自给率才 然后天津百分之六十七 我就就上海的说妈妈 九十九 上海能达到九十七 他全低于九十 八十都没有全全是六十多七十多哦 呦我去 这个财政财政问题嘛 是归根到底 你说原因的话还是跟房地产有关 说起房地产的那又又是一个大话题 最近最近看到其实全国各地 这种叫做退 停贷潮啊 其实还在弄 停贷潮烂尾潮其实还在弄 只是新闻把它压下去了 但是能不能完全压下去 肯定就不行 看到什么北京通州区啊 玉州朗亭湾业主退房声明 其实也是停贷 他现在不说停贷 他说退房 实际上就没没做完 房子没做完 哦还有还有很多 广州你看广州都都都 都烂尾了 一线城市了 一线城市了 广州荆轲极美御丰 停工半年 500多名业主前来维权 然后是有一个叫中铁 中蓝啊 中蓝地产 只收房款 不盖房 哦 这个在大马路上堵路了啊 这个 这个 这个也跟 跟得上那个 这个黑豹啊 香港黑豹 连接黑豹了 赌路了啊 现在 赌路违法成本很高啊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啊 你们注意啊 以后影响什么什么孩子入学啊 一来又是这一套啊 又一又一来又是这么一套啊 就是就是 但现在这些业主他急啊 你看到全国各地确确实实就发 还是发生很多这种啊 业主堵路啊 这这房地产就是全崩了啊 房地产的具体有很多数据 我们在在在开视频再说 现在核心很大一块还是房地产 还有一个就是清零嘛 动态清零 那对地方政府一没钱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啊 所以我认为还是 呃 不能低估啊 这个影响里面 搞得你看有可能停电 或者说地方政府 你说这这些 去旅游突然间给你全扣下 你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哎呀 所以真的是 大家自己看着办啊 有条件赶紧准的啊 先说到自己觉得有点意思 点单的分享拜拜